第四百一十章 败家娘们 韩谦在村里的辈分很高 四五十岁的人见了他都要叫生小叔 当然这里面是两家关系不错的那种 例如那个打酒的小伙子 当初老妈住院的时候 人家老爷子把自己准备取老伴的钱都拿了出来 这个人情欠下了 也还不轻了 因为老伴跟别人跑了 回来的路上有人热情地打招呼 也有人言语讥讽 尖酸刻薄 那几个整天没事坐在的村口塑料棚子里面 扯老婆舌的老娘们阴阳怪气 说什么回家不用充颜面 都是看着韩谦长大的 几斤几两他们知道 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温暖手腕的那个不起眼的小手镯就要八万多 韩谦戴的那块表要二十几万 就算和他们说了 他们也不信 在他们的认知里 谁会花二十多万买一块表啊 二十多万都能去市里买一个楼房了 见识短 他们也想象不到那么多 回到家温暖气呼呼冲进房间 拖鞋上炕坐在婆婆的身边 恰嘛看着儿媳妇的这模样 抬起手就要收拾韩谦 这时候温暖开口了 妈 要不你和爸搬到城里去住吧 这都什么人啊 我算是明白什么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这两句话了 在温暖发着牢骚的时候 老头把小炕桌放好 皱眉道 外面那几个臭老娘们 我去抽她们 说话间老头拿起鸡毛胆子 就往门外走 他早就想抽这几个臭娘们了 一点活不干 一天天就知道扯闲话 恰妈瞪了一眼老头 皱眉道 你搭理她们做什么 准备你的早饭就是了 关门过日子 她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们就是嫉妒 我有一个漂亮懂事的儿媳妇 让她们眼红去吧 韩谦你也拿碗筷去 哦 韩谦刚想下地就被老头推了回来 忧愿地看着恰妈皱眉开口 孩子刚在外面回来 还没暖和过来呢 使唤她干啥 我去拿就行了 如果仔细观察韩谦的家庭 会发现 惯着韩谦的是老头这个爹 而不是恰妈这个妈 喜欢动手的是老头 呵斥的也是老头 不让韩谦脾柴 大冷天买猪血罐血肠 早上准备洗脸水 都是老头 可就是这倔强的脾气 让韩谦感受不到来自老爹的浇灌 油煎豆瓣 两碟酱菜 一碗白菜炖冻豆腐五花肉 一份蒜泥蒸肉 一盘焖子 韩谦说的一点都没错 只要不是绿色的菜 温暖就不挑 而且她很喜欢吃黏黏的 软软的食物 恰妈加了一个豆瓣地给温暖 柔声道 我记得你不喜欢吃甜豆的对吧 温暖用力地点头 这是韩谦小声开口提醒 端起碗去接 这是礼数 话音落 恰妈的筷子抽在了韩谦的脑门上 皱眉呵斥 用你说 韩谦捂着脑门不说话 也不拿筷子 老头疑惑地看着韩谦 皱眉道 不饿 韩谦抬起头 忧怨地看着老头 埋怨道 我从小就不喜欢吃豆包 恰妈微微一愣 小声道 妈给你忘了 一顿早饭让韩谦怀疑他不是亲生的 能记得温暖不吃甜的 就记不住自己不吃粘的 饭后下地帮老头收拾碗筷 走进厨房的时候 小声问老头自己是不是亲生的 老头踹了韩谦一脚 呵斥了一句没大没小 饭后磨蹭了一会 温暖赖在热乎乎的炕头 不怨起来 撒娇不讲理的说晚点出去就行了 到县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 来得及 温暖的性格总是慢悠悠的 韩谦则是那种不把眼前事 办完了睡不着那种 每二十分钟催促温暖一次 次数多了 温暖也被催促的烦了 起身怒道 催催催催命啊 不知道你急什么 终于换衣服了 出了门温暖轰着油门 急迟出了村子 温暖气呼呼的样子 落在了那些老娘们的眼里 他们今天又有话题了 韩谦想着早点出门去县里买点衣服 顺便让温暖把钱存在卡里 这小三十万不能一直扔在行李箱里面吧 到了县里温暖就不听韩谦的了 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 在给韩谦买衣服的时候 小生问他的发小都谁结婚了 韩谦摇了摇头 眼神迷茫 我就知道 小赫结婚了 我想去的 你不让我去 温暖顿时有些不自在 推开韩谦拿出手机联系可欣 订饭店去了 下午三点 温暖开车去接可欣了 看着胖乎乎的可欣下楼 温暖在韩谦耳边小声嘀咕 可欣的胸好像比我大 突 其实 韩谦是一个笑点很高的人 除非忍不住 不然绝对不会笑 但是现在 他忍不住了 就穿了一件夹克和背心的可欣的胸围 的确要比温暖胸围那么一点 主要跑的时候 他是能颤动的 突然想起了功夫里面的林子聪 上了车后 韩谦被撵到了后座 他现在没驾照 在市里没什么麻烦 在这县里 没人认识他温暖 也没人认识韩风狗 听着节俩晚上商量吃什么 韩谦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时遇到知音了呀 最终 两人的决定 让韩谦乍毛了 坐在后座怒吼道 你们两个能不能考虑考虑我 能不能 我还是个人呢 我活着呢 吃你妹的海鲜大咖呀 啊 啊 啊 我不吃海鲜 可欣转过头 看了一眼韩谦 随后若无其事地继续道 嫂子 他们家海鲜还算不错 是那种成套的 就是贵了点 咱们七八个人的一千多 温暖拍了拍胸口 豪爽道 钱钱钱 嫂子有钱 除了钱嫂子啥也没有 韩谦十分认同地点头 你还没有脑子 呵 温暖发出一声冷笑 眯眼笑道 可欣啊 会开车吗 可欣懵懂地点了点头 会 嫂子你累了我来开 开什么开 嫂子带你买车去 你大哥的钱在我这儿呢 走 嫂子你真会开玩笑 温暖不再开口 打开道行直奔县里的长安四四店 在可欣懵懂的目光 以及蹲在门口捂着脑袋 无奈的寒谦的注视下 温暖拎着包昂首挺胸的走在四四店里面 昂首挺胸 完全不顾销售顾问的介绍 交钱 签字 提车 交抢险 挂拎牌 开车走人 一共用了四十六分钟 车子挂在了畅想集团的名下 保险都是走公司的 七万 当可欣拿着车钥匙的时候 还是猛的温暖看着蹲在门口的 韩谦轻声道 还用考虑你吗 韩谦闭着眼叹了口气站起身 拍了拍可欣宽广的肩膀 叹气道 我的钱 放心开车就行了 走吧走吧 在韩谦准备上可欣的车时 被温暖揪着耳朵拎走了 上了车后 温暖轻声道 你说这个钱是还给我的 那我怎么支配是我自己的事情 而且咱们俩离婚了 你没权利干涉我的事情 那我去可欣的车里 他肯定会紧张 紧张紧张就习惯了 现在闭嘴 我给诗词打个电话 让他来的时候 开公司那辆皮卡 那辆皮卡是进口的 挂在公司名下 爸拿着去开 拉点东西也方便 咱妈万一身体不舒服 也能直接开车送去医院 你下车吧 可欣开得太慢了 韩谦被温暖碾下车 站在车下 韩谦背弃得哆嗦 要不是舍不得 老子说啥把你按车里揍一顿 哪有这么花钱的呀 买了几套衣服 花了四千多 韩谦能接受 买了三个皮包两万 是给几个弟妹的 韩谦还能接受 你这突然给可欣买个车 七万啊 如果这个车是韩谦花钱买 他一点都不心疼 可这钱还给温暖啊 然后他这么一会 花了十万个韩谦的兄弟姐妹 这钱算还吗 其实温暖真的没想这么多 韩谦眼里的七万 在他的眼中和七百块 没太大的区别 到了饭店 可欣还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 温暖说话 他点头 很听话 韩谦看得心烦 准备起身的时候 包厢门被推开 三年没见的发小兄弟来了 烟花头 螺圈腿 大鼻头 猴子锅锅 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忘了呢 韩谦咧嘴笑了 内心很是开心 三年多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现在见了面 却是一点生疏的感觉都没有 韩谦轻轻抱了抱这个兄弟 转身看向温暖介绍道 大龙 原名张启欣 我弟弟 我们排行老二 小二十年的感情 这一次温暖没有冷漠 站起身笑道 我叫温暖 我就是禁锅了你们大哥三年的女人 可以叫我温姐 也可以我大嫂 大龙推开寒谦 晃晃悠悠地走到温暖身边落座 小声笑道 大嫂你命苦啊 怎么就遇到我大哥了呢 这个家伙脑子有问题啊 有严重的洁癖啊 这三年苦了你了 他要敢招你 你就和我说 别的能耐没有 揍他我还是可以的 我打不过还有可心呢 温暖笑着点了点头 轻声道 大龙买车了吗 此话一出 韩谦感觉头皮发麻 转过头怒视温暖 大龙黑黑笑道 买了06款的宝来 知道今天会喝酒 没开车 哦 温暖微微有些失望 韩谦松了一口气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